應該說ChemperChemper之前有擔過很多的小型的音樂會 大概從30人到100人 但是這是我們第一次擴大舉辦 然後邀請各個不同的音樂的藝術家 來辦成一日藝術節的形式 喔 所以今天其實也是一個藝術節的 三日藝術節 沒錯 對 我們是We Art Festival 我們是用藝術來致敬 整個400年的這樣子的 哇 這樣更有意義耶 沒錯 沒錯 意義更深遠 沒錯 沒錯 欸 看一下這是誰 哈囉 哈囉 大家好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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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萍包包 董萍包 趕快 趕快按讚訂閱一下好不好 今天要去拍你的臉 今天來這個台和400年的活動 因為台灣跟荷蘭真的是太多的遠遠了 我最近在風頭上 荷蘭正紅 你知道這個新聞嗎 哪一個新聞 荷蘭國會通過 反正是彼士中國 真的 真的 所以他就 這樣做就尷尬 所以他就是那個挺台灣的對不對 對 挺台灣 所以很厲害 我們可以拍拍照 YA 還有400年耶 400年的活動 哇 今天一整天都有活動 所以這邊有一些 吃吃喝喝也要表演 讓你思香的時候 可以來這邊結一下香草 然後還有一些文化活動 有人就很期待 生奶跟車輪餅 對啊 你去哪裡吃車輪餅吃不到吧 真奶啊 要吃一下在地台灣口味真奶 對啊 所以今天 你多久沒喝就真的在地台灣真奶啊 那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好啊 我走走走 我們就去看一下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去探險一下 這個展覽有很多當地人會來看 對對對 看一下 這邊是check-in櫃檯 嗨 妳好 妳好 其實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後面會有 就今天的一些活動 那這邊走廊都是免費的 那如果要參加這邊的一些活動 我們就會要購票 對 但是這邊中間也會有一些表演 那也參考 如果看看有需要購買再跟我們說 好好好 合作紀念 好 謝謝 那為什麼會叫這個 WIV 這是我們跟荷蘭的合作機 打聽打聽 當然會叫這個 好問題 我們現在在台河四百里的活動的現場 主持人還有策展的人都在現場這樣子 我們就請他們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活動好不好 哈囉 我是Max 哈囉 我是Crystal 很高興大家可以來到台河四百里的活動 為什麼叫WIV呢 因為我們在希拉雅人 希拉雅族人他們的編織的方法裡面 看到一些跟中國的織法系統很不一樣的 十字織法 那我們相信這應該是 很可能是由荷蘭人所教他們 那其實希拉雅人在文字還有租稅系統上面 也是荷蘭引進過來的 所以我們想要是有這個概念來致敬 就是台河四百年的這樣的活動 對 因為從我們四百年前 台灣就已經步入國際的社會 然後跟外國人有所交流 四百年後的今天 我們兩國還是非常的熱絡的友好 沒錯沒錯 沒錯 還有文化和藝術 這次很多台灣跟荷蘭的藝術家 互相合作 那你們從這個策展開始 是多久之前開始推畫的 我們從去年底開始有這個想法 因為我們像我們跟代表叔 還有一些台灣的朋友 我們都知道2020就是台河四百 對 所以他們其實就說 你們又辦一些活動 對 真的 好 辦 那辦活動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去找資金 對 我們就請到了文化部的光鐵計畫 他是我們最大的贊助商 贊助者 那文化部他贊助我們 但是這件事情是大概到2、3月的時候 才跟我們說 恭喜你拿到了 然後我說 啊 很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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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大概是半年前 開始才真正開放 真的開始動作 對 我們才開始跳起來說 喔 我們開始要找節目 我們開始要找人 要找錢 要找藝術家 喔 真的很不簡單耶 是是是 哇 太厲害了 因為我知道其實台灣也有類似 就是在台南 沒錯 辦台河四百年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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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然後因為我們本身也是台南人 所以說 看到網路上有這個台河四百年活動 看到一定要來啊 當然啊 對 沒錯 然後四百年前 荷蘭人到台灣 然後開始有一些經濟、貿易、賣東西嘛 我們到今天還是維持這樣的一個夥伴關係 沒錯 沒錯 然後你看這麼一個特別的活動 你就一定要來參加一下 歡迎 歡迎 所以這是柴河四百年的活動 這是第一次辦的嗎 沒錯 這是我們應該說 Champion Champion之前有辦過很多的小型的音樂會 大概從三十人到一百人 但是這是我們第一次擴大舉辦 然後邀請各個不同的音樂的藝術家 來辦成一日藝術節的形式 所以今天其實也是一個藝術節的活動 三日藝術節 沒錯 對 我們是We Art Festival 我們是用藝術來致敬 整個四百年的這樣子的 哇 這樣更有意義耶 沒錯 沒錯 意義更深遠 真的 真的 想要特別強調今天活動一些組織 其實這一次的很多藝術的 不管是展覽 或是表演 或是演講 其實我們都邀請來自台灣和荷蘭的藝術家 那其實就是希望這是一個舞台 讓他們可以教舞 所以像表演藝術的話 我們有荷蘭的藝術家 豬琴家 他是運河音樂節大獎的人 得主Yost 他就跟台灣旅河的大力琴家聖群 他們倆就合作 在這邊演出一些新的作品 那同時這一個組合 將在明年二月三月到國家音樂節演奏 所以我們這邊算是搶先看耶 沒錯 有世界首演的作品 不簡單耶 請你趕快指示一下 然後還有 我們有邀請到 Lord of Formosa 就是《福爾摩莎之王》的作者 Joyce 他在這邊講他的小說作品 那這個《福爾摩莎之王》其實講的就是 國姓爺的故事 因為他自己是荷蘭人 所以他就寫這一段40年間 荷蘭人到台灣 接著又被驅逐了這個故事 我今天來之前我有稍微研究一下 我覺得還滿有趣的 歷史脈絡有很多相關的那些背景 當初荷蘭人為什麼來到台灣 還有後面發生很多事情 等一下我在路上有空再跟你分享 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們也可以去看一本書叫做《海上傭兵》 《海上傭兵》 對 你去查 他介紹的就是鄭之龍故事 鄭之龍的故事更精彩 因為他其實是周旋於中日和 甚至西班牙葡萄牙的一個 一道非道一關非關這樣子的人物 就是一個海盜來著 對 他就是一個海盜 可是大家都想把他收編為關 因為他不希望他變成一個到處亂串 然後不受控制 可是事實上也沒有人可以控制他 這是非常有趣的角色 我覺得這個是台灣 歷史非常有趣的一部分 對 所以其實這三四十年間 發生很多事情 沒錯 很有趣 然後我們還有另外一位 翻譯家也是荷蘭人 他是Selvia 他翻譯很多中文的文學 那今天他的演講主題就是 Poetry Emotion 他介紹台灣的詩人跟詩集 那翻譯的時候其實從Mandarin跟Dutch 是非常不同的語言 但是他因為他有很深的國學涵養 所以他其實也注意到說 台灣的詩詞有音律 有音韻 所以他也盡量在翻譯的時候 在荷蘭文也呈現相同的效果 所以荷蘭文本來沒有這樣的音響 應該說你如果直接意思翻過來的話 你不會留意到這些事情 他還是希望可以展現台灣文學之美 還有這個生韻之美 哇 真的真的很厲害 對 所以他今天下午也會在這邊演講 好喔好喔 大家看到影片的時候應該是來不及 但是明年還會有類似的活動 我們希望可以年齡舉辦 每年嘛 週年 希望啦 對 因為這個分店滿耗心耗神的 我希望可以就是我們這次舉辦之後 有許多人對這個文化的這樣子的主題 有興趣加入我們 Follow我們 那如果就是有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的話 不論是台灣人還是荷蘭人 都可以舉辦這樣的活動 要有人有錢人有好做事 對 真的 真的 我覺得這個活動真的很好 因為一開始像我就比較膚淺 我就只是來吃東西而已 對 但是其實我講真的 但是我們後來發現 你真的在查這些相關資料的時候 發現其實有很多像台灣跟荷蘭在文化上面有交流 沒錯 這個歷史故事很多啊 有時候你自己去查的時候 就只是看到一個角而已 小角 登山一角 沒辦法看到一個全面 然後我們的教科書 常常在描述的時候 又非常的簡短 或者是非常的在某一個齒關去描述整件事情 那這其實很可惜 所以我為大家都去了解 對 所以這種文化交流 我覺得大家有機會的話可以多來看看 希望明年還可以再看它 希望希望 我也希望明年可以繼續舉辦 好 那我們就謝謝Max 謝謝 欸 這是什麼 Vagic Garden 你看到這是什麼Vagic Garden耶 全部都是素食 而且是台灣人 老闆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今天有賣什麼 今天有賣全部都是台灣的零食啊 喔 有欸 然後全部素食的零食這樣子 等一下可以自己再看一下 前面這是一組嗎 這個是台灣傳統冬瓜茶跟素的雞排 那我先來一組 好 沒問題 對 好想吃喔 Vagic Garden就是賣很多台灣的食品 都是素食的 像這個張規麵線 然後這邊有蛋圈 蛋圈 然後還有素的豆干 老瓜 然後牛奶糖 小泡芙 然後還有酸梅湯 然後蘋果西打 蘋果西打 可樂果 九層塔口味 這邊是有實體店面的 老闆可以自我介紹一下嗎 我叫Tony 其實這個Vagic Garden這個素食超市 是我老婆開始的 是他要開的店 好好吃喔 對對對 主要就是希望更多人吃素食 那我說你可以訪問真正的老闆 我老婆真正的老闆 我們剛剛跟這個Tony啊 聊到一半 他是不是太忙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幫他 就是分享一下 Vagic Garden 他有一個實體店面 歡迎大家去他們實體店逛逛看看 等一下我們 我們在等我們的素雞排跟冬瓜茶 因為我不能再跟他多聊 因為再多聊 我就拿不到我們那一組 很怕他賣完耶 對 來一組 你看一直人潮 惡意不絕 惡意不絕 所以我們等一下來一組 直接吃給大家看 好 謝謝 開吃一下 冬瓜茶嗎 這冬瓜茶好喝耶 好喝喔 好喝 冬瓜味很濃耶 真正的冬瓜茶 台灣味的冬瓜茶 印封冬瓜茶 這好像有想到 小時候便當裡面出現 一袋的冬瓜茶 這是年代久遠 女伯母那一種 雞排 雞排 來 好吃耶 它咬下去那個胡椒的香氣 然後鹹鹹的 真的很像在台灣吃雞排 會一口接一口耶 它這個纖維 你看一下 一絲一絲的 讓你覺得好像真的在咬 喔 真的很像 外面有酥嗎 外面酥的 炸的酥酥脆脆的 喔 好像很厲害耶 我要吃 這個會一口接一口 這個真的很好吃耶 真的要喝價耶 而且裡面有點胡椒 對啊 我就跟你講那個胡椒味啊 然後味道蠻重 但又不會很重型 很台灣味的那種 很香的那種 雞排的味道 對啊 外面好像有點像麵包屑那種 酥酥的口感 然後咬下去胡椒 然後那鹹會出軟 然後加上那個口感 欸做起來很好吃耶 真的很好吃 所以啊 有機會 來到了Vicicard 一定要頂一口來吃看看 我們現在來一個 James Bean 你看到中面空空 不是他沒賣的東西 是賣光的 賣光 我們想說來這邊看有沒有素食的東西 聽說 也是有一些素食是可以吃的 如果是在到店裡面去看的話 對 我們現在店裡一菜單上來講 我們有 大概兩三個是 食食素食 泡菜 有泡菜 有泡菜 然後還有 大阪燒口味 大阪燒口味 大阪燒上面我們會放那個 海魚片 所以可以把它移掉 可以把它移掉 了解 然後還有一個平香叫Guardian Veggie蛋餅 就是 有放番茄 跟放 烤花乳 酪梨 就是會加酪梨 然後上面會加一些芝麻醬 喔 吃起來就很好吃耶 對啊 很厲害 原本這攤應該是有賣珍奶 就全部都沒有了 想要買珍奶就沒有了 其實我們大概 一兩小時就賣完了 一兩小時就賣完 搶包 所以大家現在很多人都到這個 店 就是 我們現在在這邊 這邊這樣走過去 因為他們有珍奶嗎 對 現在我不敢說 因為現在會 一兩百個人都 再去那邊了 所以我現在不確定 就是 了解 你們應該趕快去 搶一杯 這間店滿有名的 好像很久以前 就是一直有新聞 上新聞吧 真的 未來有機會 會再開發更多素食的產品 目前我們的師傅 會再跟我們的老闆做討論 然後我們會 增加我們菜單比較多遠一點 因為我自己也是素食 所以 我自己也希望就是 能夠多一點素食的開展 滿滿滿 太好了 太好了 謝謝 謝謝店長 謝謝 希望以後可以到了店店 然後直接去吃到更多好吃 對啊 一定是沒關係 好 謝謝 我們來到Jansby的本店了 Jansby的本店 你看外面人那麼多 排隊 大家都來這裡 哈囉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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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夠 妳要幫妳穿好色 對啊 我們剛剛那邊 採訪才好久 結果一走過來 結果有人幫妳點好 我點好了 天啊 人真好 人真好 有賺朋友真的是 真的是賺到了 哇 太好了太好了 是不是 真奶耶 當然試喝一下 真是的 真奶 喔 這真奶真的不錯耶 他這個真奶 因為我有聽那個店長說 他是用牛奶 鮮奶先弄的 我會覺得牛奶好像跟我預期中沒有 應該不會是早餐店的奶 喝起來就像早餐店 天啊 那我要喝 是早餐店的那一頭 是妳喜歡那種早餐店的 弄奶的味道 是不是 有沒有 沒有 喔 等不就是捲蛇硬起來 好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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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 而且珍珠好Q喔 然後還有那個 他可能用蜜蜜做吧 蜜蜜做 對他 素食掛包 來看一下 刀牢 哇 掛包欸 這是 感覺是杏鮑菇欸 炸杏鮑菇欸 看起來很好吃耶 喔 有香菜 趕快把它吃掉 看起來蠻充豐盛的欸 對啊 試吃一下素食掛包 喔 感覺就很好吃耶 他這個黃色的是什麼醬 他黃色的醬 有點像芥末 芥末 芥末醬 它是杏鮑菇 好吃 好吃喔 新鮮嫩 在喝醬 但是我是比較希望有照燒口味的 你想要吃傳統的 對我想要吃傳統的 五個那一種 不過這個不錯啦 那邊可以吃到這個東西 好 來吃這個蛋餅喔 蔬菜口味的蛋餅 蔬菜蛋餅 裡面有很多蔬菜 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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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蔬菜 很想吃蛋餅 然後來吃一下 我們還特地沒有吃早餐 也沒吃中餐 結果 現在時間已經是 已經四點了 你再吃今天的早餐 跟中餐 這蛋餅看起來很豐盛 很豐盛 喔 真的耶 有一秒回到台灣嗎 我跟你講 它酥酥的 然後裡面 其實它有點像蔥豆皮的感覺 裡面油油的 很有飽足感的感覺 又香喔 欸真的很香 然後那醬油 是我喜歡的那種台式醬 台式風味 然後搭配那種 蔥抓餅 那種 脆皮 脆魚蛋餅的口感 好香喔 它跟你自己 買蔥抓餅來煎 不一樣 不一樣 它這個比較油 比較滋潤 比較好吃 到下次油到多一點 好 我們自己煎好像會乾乾的 它可能很油啊 這樣才好吃 對啊有油才好吃 來買車輪餅 車輪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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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補貨了 我們的紅豆餅 這些都是素食可以用的 對 我們就帶來吃 那所以它裡面基本上像泡菜 或者是菠菜這個 對 都不會有蟲蒜在裡面 沒有 這是紅豆的 紅豆的 然後這是泡菜 泡菜的 我們要來感染一下文化的氣質 增加一些文化的底韻 結果走回來 就人家收攤了 就已經關了 就已經關了 外面已經打烊 這邊要收攤了 太早收攤了 糟糕 我們真的跟文化無緣 對啊 我們等一下再來講一些文化的小故事 你說你做功課的東西 對啊 我們做了功課 那我們現在吃這個車輪餅 車輪餅 先來吃一個鹹的 這是泡菜 紅紅的有沒有 紅紅的 喔 泡菜這個鹹甜鹹甜喔 它是說馬鈴薯吧 泡菜馬鈴薯 這個是有馬鈴薯嗎 它泡菜這樣吃起來不會很辣 你可以知道泡菜脆脆的口感 然後不會很辣 微辣 然後搭配這個甜甜的麵 這樣吃下去 鹹甜鹹甜 禮拜訣 另外一個口味是 紅豆 紅豆餅 喔 這是紅豆喔 紅豆泥 紅豆泥 我想起來 它這個吃起來口感 餅皮吃起來口感 比較有點像 車輪餅跟 銅鑼燒之間的那個口感 所以吃到這個紅豆泥 我就印象就想起來 那個味道就是 跟你吃銅鑼燒有點像 所以有點像銅鑼燒的口感 好吃嗎 好吃 而且它裡面有卡斯拉醬 每次點紅豆餅 都要一個紅豆一個奶油 小孩才做選擇 我一次給你兩個 你看 所以它裡面也有卡斯拉醬 吃起來就不會那麼乾 這樣子搭耶 對啊 今天好像很忙碌耶 我覺得一整天 一直遇到 比我想像中還要 遇到很多熱情的 朋友 然後還有粉絲 還有同事 同事 然後還有 開始就遇到崩潰媽媽 趕快訂閱起來 對 還有很多在這邊打拚的 台灣人 對 好多喔 感覺很多 很親切感 就是覺得 有那種回到家鄉的感覺 台灣的感覺 我覺得這也是 這次想說臨時起義 來參加台河四百年活動 在阿姆斯特蘭范這個活動 就會想要有點家的感覺 那你知道 呃 台河四百年 這個活動 欸 為什麼是四百年嗎 為什麼是四百年 因為今年是2024 那請問你 那四百年是什麼時候開始 一 蛤?四百年? 你為什麼要考我這個 好啦 就是1624年開始 1624年 喔 現在就是2024 真的是四百年 對啊 真的是四百年啊 1624年是什麼 什麼樣的事情 發生了嗎 1624年那個時候 河南人啊 他到台灣 蓋了一個叫什麼 熱蘭遮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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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叫熱蘭遮城 因為 他的荷蘭文叫做 Zilla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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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安平那邊蓋了一個福堡 就叫熱蘭遮城 當初 荷蘭人 他們其實在更早之前 他原本是要在 鴻湖那邊 設立聚典 他要做生意 就是荷蘭的東 貿易嗎 東印度公司 他們開船到亞洲 東亞 東南亞那邊 找到貿易的機會 他這個經濟模式呢 就是 在台灣 把一些 物資 像鹿皮 糖 賣到日本 然後收取白銀 然後拿到白銀之後呢 去大陸 買絲綢 因為歐洲這邊很喜歡絲綢 大陸的絲綢 他們 歐洲很喜歡 他們就把 再把絲綢 賣到歐洲來 賺取黃金 這是他的一些經濟的 所以先跟 日本交易完 再把賺到的錢 再去買東西 再賣回歐洲 對 就是一個循環 貿易循環鏈 有一個交易模式 對 他的交易模式是這樣 所以他一開始看的點 是在澎湖這個地方 他在澎湖這個地方 因為當時是明朝的時候 明朝說 澎湖這是我家門口 你來我家門口做生意 不要啦 你去外面 你說大陸叫他不要在那裡 對 明朝叫他說不要 不要讓你來做生意 明朝人家說不要 你去我家門口做生意 我沒有了 所以就跑到了 你去外面 你知道嗎 我還會寫桌子 可是台灣啊 大園 台灣 台灣 你可以看到一些文獻上面 荷蘭的一些文獻上面 也是寫大園 它的園是哪個園 園外的園 你腦子都是想 誰現在會用園外啊 我說園公 園公的園 然後他就去大園那邊 就是台灣現在安平的這個地方 在那邊蓋了熱燃車車 然後還有赤坎龍 都是在那個時間點 建立的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就是 台灣台河四百年 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然後就從經濟貿易開始 那其實你現在回想 從那四百年前到現在 以前是因為經濟模式開始 那時候賣的是出口鹿皮 出口塔對不對 鹿皮喔 鹿皮啊 鹿皮啊 那時候有賣鹿 對啊 那今天呢 今天還是耶 現在是出口半導體啊 現在跟歐洲這邊喔 台積了 半導體啊 出出啊 所以現在也是 荷蘭目前也是跟台灣算是很大的 很大的貿易夥伴啊 對啊 對啊 小哥哥好像要收椅子 我轉一下陣地 因為剛剛裡面在拆場 一直聽到 啪啪啪啪 對對對 然後小哥哥已經要收到那個 收椅子了 剛剛講到那個文化交流的部分啊 其實最早開始啊 在蓋那個安平古堡的時候 你有去過安平古堡啊 好像有 你好像沒有 我小時候的一些文化之旅 歷史文化之旅就有去過 導遊的老師就在講說 那個有一個斷圓殘環的城牆 它是怎麼蓋的 當時沒有混淆土 然後當時的荷蘭人就教 教大家怎麼用現有的材料來 來蓋那個房子 蓋那個城牆 他就用什麼 當時可以取得的東西 海邊有什麼 蚵仔無蚵 他就把蚵仔燒成灰 蚵仔的蚵殼 蚵仔的蚵殼 不是把蚵仔 蚵仔是吃下的 是把蚵殼 蚵仔的那個外殼 對 他就把蚵殼燒成灰 但是燒成灰 他沒辦法當 還是沒辦法當混淆土 因為他不會黏 他用什麼 用糯米 糯米汁 糯米的糯米 糯米的糯米 他就增加那個黏稠性 那還有加一個 一個台南的秘密武器 什麼 台南人吃什麼吃最多 糖喔 對 糖也可以 所以用什麼糯米橋 那種 對對類似 類似 所以這個東西 就是什麼 人家都叫它 昂門頭 為什麼這樣叫昂門 因為這裡昂門的蓋 所以紅毛就是 對啊 昂門的 那時候荷蘭人過來 聽說昂門的 為什麼 現在看到了我們叫昂門 你看 那一開始的文化交流 就從那時候開始 然後這個詞啊 一直升值我們的文化到現在 我們當然還是叫 滾泥土 叫昂門頭 哦 文化交流從那時候開始 從昂門頭這些 還有 我們是不是說來這邊荷蘭 是尋根之旅嗎 尋根之旅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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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是 咖哩 咖哩 蕭龍 當初荷蘭人 蕭龍就是咖哩喔 對蕭龍就是咖哩 當初荷蘭人 他一開始到 大圓海 安平這個地方 開始建築一些 城牆 然後蓋房子啊 他就是找這附近的一些 當地的原住民 那時候是 希拉雅社的族 有幾個族群 像 蕭龍社 他就找蕭龍社 送禮物給他們 然後請他們 你可以帶我去哪邊 砍樹啊 砍竹子啊去 希拉雅是 台灣平埔族 的一個族群 所以你說荷蘭人 就會 送禮物給他們 然後叫他們帶他去 幹嘛幹嘛這樣 對對對 就帶他 跟他那個 拱暖嘛 所以就從蕭龍 從那時候開始 蕭龍 蕭龍是咖哩那個區域 所以我可能有套到這裡 你就是有套到 那個荷蘭人的血統 對吧 尋根之旅 尋根之旅啊 你也有套到 我也可能有套到 因為我都在 那個附近 對 也是的 對啊 那個是 熱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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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荷蘭人為什麼要挑那裡 就是因為 在地 對啊 因為在那邊在地方便 然後雖然 荷蘭人在那邊 待了時間只有38年而已 對 然後後來就被 鄭成功趕走 因為我們以前的歷史就是說 鄭成功收復台灣趕走荷蘭人 那 我們以前的歷史課本 就是講的都是比較簡單一點 那實際上我們去查一些實料 大家可以再上網看一下 但是我們看到的是 其實鄭成功他是 當時是有一個非常大的報復 他就是要反親父名 所以他要反親父名 然後就是要借助台灣的資源 來協助他做這件事情 所以他那時候就把荷蘭人弄走 所以他也不是想要幫助台灣什麼的 他也只是想要台灣資源 我覺得大家都是有目的的啦 因為他最終目的是想要反親父名 那以當時的環境 台灣就是化外之地 那只是說 荷蘭人有看到說 台灣的資源 剛剛有提到說 原本是要在澎湖那個地方設聚點 確實他們有設聚點 但是後來又有一些因素 他們又被明朝的政府趕出來 然後往台灣走 不然台灣的話 其實對他們來講 不是那麼友善的點 是因為他離大陸比較遠一點 第二個是那個海 他買絲綢不方便 對 他比較遠 第二個是他那個港口不是那麼深 所以不適合大的船隻進出 因為台江內海是比較容易遇跡的 安平的地方 但是基本上 荷蘭他還是在台灣建立了一些制度 一些很好的制度 然後從那時候開始做貿易 然後把他做了有聲有色 所以他看到這個點 然後發現 那我可以利用這個資源 來做這件事情 荷蘭人也是有引進一些 荷蘭人那時候就引進很多 所以我們也是從四百年前就有這樣的一個交流開始 然後到現在這樣子 那所以今天我們就是帶大家來參觀一下台河四百年前 在荷蘭阿姆斯丹這邊辦的一個活動 我覺得這個活動很不錯啊 就這樣的交流 很感謝主辦單位今天就是辦了這樣子的一個 對啊 讓很多 不管是荷蘭人或是台灣人 都有更深層的一個了解雙方的一些文化背景 然後 我覺得 來這邊吃吃喝喝看的話 還不錯 對啊 就希望明年 還有機會 或是每年都會有這個活動 對 今天就差不多到這邊了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拜拜